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Sales.js的安装 当然了 咱们想学一个软件 想学框架 不安装是不行的 今天咱们从零开始安装 咱们看支点 就一个通过NPM的方式进行安装 NPM咱们大家都知道 在我这个Note.js课程中讲到了 它是Note.js软件包 或者说是第三方软件包的管理平台 非常的好用 今后呢 如果我要开Angular 开React 咱也都是通过它进行安装 包括这个View.js 也是通过它进行安装 好 那咱们今天就学习一下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Sales的官网 看一下它给咱们提供这个安装向导 go 首先说要装这个Note的最新版本 没有问题 然后呢 用这个命令行进行安装 但是我是不用它装 为什么 一会儿我跟您说 然后呢 如何建立这个一个新的用程序 这个都有一个这个步骤 您呢 也可以去读一下这个文档 当然您不读 没关系 我就给您来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啊 看我是怎么安装的 首先 我用NPM这个命令 售 然后呢 Sales干什么 看一下这个Sales.js的软件包的详细的信息 在哪里看 在NPM的官方的平台上去看 咱们试试啊 因为我装了这个Note.js了嘛 所以说 呃 就有这个默认的带这个NPM工具啊 咱们试一下我的命令啊 go 他现在正在读服务器 然后把Sales所有的信息呢 软件包信息给咱们拿回来 咱们就能够看到啊 哎 这还没拿回来 出来了 咱们看啊 哎呦 我这个让我更新到5.8 这个 最近这个NPM更新的版本 可是真是够快咱们不管啊 呃 这是它的软件包信息 咱们看什么 咱们看什么 呃 重点就看它的版本就可以 其他咱们都不用看啊 这写的版本 最新版本 告诉咱了 用0.12.14 没有问题 咱们再往上再往上 看它的最新版 最新版 应该是在最上面啊 有个叫做latest 这么一个地方 大家请看 现在它出了很多1.0嘛 但这都是beta版啊 咱们不要用啊 再往上 哇 怪不得刚才的建筑怎么办 上的真够多 我看 这还没出 再往上啊 应该要找到latest latest是什么 是它的告诉咱的最新版本 这地方大家请看 latest 这是最新版本 换句话说 咱要手动安装0.12.14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看一下 这个软件包的详细信息的原因啊 哎 我这切 切过了 好 咱们看啊 我呢 用这个NPM的命令 然后呢 跟install安装 然后-g呢 是什么意思 是全局安装 不是本地文件价安装 是全局安装 安装什么 安装这个sales 然后加一个at 这是我要安装的特殊性啊 我后面跟一个版本 换句话说 我这个使用node.js有个习惯 否则的话 您仅仅仅仅是安装 但是都不知道 抓那个版本的话 您真的是上线 在胜量环境中 容易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您一定要明确的知道 您用的是哪个版本 哪个软件 哪个版本 所以说呢 咱们用这个命令 进行安装 全局安装 但是这地方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s2 这个su2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这个linux下 或者说在这个margo下 可能需要这个 往这个管理员全线 这个全局目录进行安装 所以说呢 需要加上一个su2 但是我现在用windows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啊 咱们就直接安装 go 试试一下 等会儿啊 安装之前 我先打一下我这个sales 大家请看 我本地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对不对 好 咱安装啊 go 今天看一下 我的网速有点慢啊 刚才好像就是有点慢 不过在国内的话 安装应该不比我快 也不比我快啊 因为咱们现在都连是 美国服务器嘛 好像就是慢啊 最近 因为最近这个两会嘛 然后两会是刚开完 好像对这个网络管制 还是有点这个严格啊 check的比较多 他先装上他的 咱们不管啊 咱们回来再看我这课件 咱们装上他之后干什么 用这样的话 咱们系统中会多了一个sales的命令 我刚才打是没有了吗 对不对 那他会多出来 然后咱们用他的-v命令干什么 看一下当前的版本号的信息 然后咱们再用help 看一下呢 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咱们现在这个命令 所有咱们提供的帮助文件 使用方法 还没有装网 然后咱们接下来 用这个命令干什么 建一个应用程序 wip app 然后咱们实际去跑一下 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效果 这就是今天咱们课程的主要内容 然后这个应用程序 该怎么开发 里面都是有什么文件 该注意什么问题 这是咱们下期课程的 的知识点 然后咱们像以前用这个 我几乎有朋友可能用过这个 luby on rails 其实也是一样 他提供给咱们一套命令 咱们用这个命令化呢 初始化建一个app的程序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规定 路标日就规定 有很多的规定 在哪个文件夹下写什么内容 在哪个文件写什么内容 都规定好了 让咱们代码非常的简洁 Sales也是完全的一样 我看装网没有 还没装网 所以说今后咱们就用Sales 像我现在个人网站 其实就是用Sales进行建计 因为我的后台就是用node.js技术 然后一部分是用 α提加静态的rtml构建 因为是动态部分 我都用Sales进行构建 非常的不错 反正我比较喜欢 这还没装完 还没装完的话 我给您看一下我的官网吧 稍等 这是我的官网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里有个最新闻 我今天这个网站是有点慢 其实我网站不慢 是这个虚拟机有点慢 大家请看 我这最新闻上面 很多的这个新闻都是哪来的 都是这个开言中国 我从上面这个爬虫爬下来的 对不对 但是您点击之后呢 因为它是这个开言中国版权 它会练过去 怪不得 可能是这个 今天我们这楼瑞一用的这个用户 上网人太多了 就练过来 换句话说 我仅仅是在这做一个链接 然后我这些数据是怎么过来的 是我自己建了一个API的服务器 这个API服务器就是用Sales构建的 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最下面 有一个这个 我这么一句话 本页面通过简单API 这个网站进行构建 我这个网站就是用的这个Sales构建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网站 这网站所有的内容都是动态的 这个就是你看 包括这个URL的定义 自己的这个做的URL的这个路由的映射 我都没有管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看看就这个网站的效果 当然还可以把它做的更复杂一些嘛 它都是用这个Sales构建 然后我这可以做一个API测试 你看 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这还有两个重复的新闻 这个 这个 这个title变了 原来如此 这就是说 看中国 他一开始叫这个名字 后来他觉得这新闻不对 又叫了一个其他名字 然后我抓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两个信息 所以我把它抓过来 这无所谓 所有这个处理 我都是用这个Sales构建 没有问题 然后以后 我这个网址 所提供的这个API服务呢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没有问题 用于您这个学习使用嘛 对不对 使用方法 就是进来之后 直接用这个UR 然后就能够出来 可以用这个命令 去测试一下我的这个API服务器 您应该是在您本地 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嘛 都能够用到我这个API 然后读到这些看中国最新的消息 让我还可以 我现在也是在做了 其他的一些个news 不光是看中国 还有这个OSDN 包括这个FS168 这都是我平时常上 常上网站 对不对 这是财经新闻 您有时间的 都可以去试一试 非常的简单 好 我看我装完了没有 都快没词了 哦 装完了 太棒了 都快没词 不像话 咱回来之后 咱们呢 用这个sales.v 看一下 我装的这个版本 这期可能时间 视频有点长 咱们看 1214 没问题 咱们装就这版本 接下来 用HARP 看一下这个命令的使用方式 来 大家看出来这么多 这个就是说 今后 比如咱们用这个命令 来构建这个服务器 来构建应用程序 然后来生成一些个 这个控制器 来生成一些个 这个模型 模块 都是用它 包括部署 生成静态文件 都是用它 有时间的 咱们一点点的介绍 这些个命令行 在这个官网 就非常详细的讲解 有兴趣朋友 去看一下 今天咱们干什么 咱们去建一个服务器 去建一个应用程序 咱们试一下 我看我现在是在sales的 这个平台下 没有问题 咱们试试 锹sales 控格 new 然后跟上咱们的 这个应用程序名 就能够建 试一下 go 这个也是很烦人 它还要再棒棒棒 再下载一批文件 但没有办法 这是node.js的机制 每次咱们建的时候 它都会去自动的下载 它不敢下载 自动下载 其实这个 类似于java的maven 对吗 maven也是 咱们定好 xml咱们不管了 它棒棒 它从中央服务器下载 其实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可理解 然后咱们建完 这个应用程序之后 进入目录 然后看一下目录的信息 然后就运行它 嗯 等一下吧 我觉得我网络还算不慢 因为我们楼也是 千兆 千兆百兆 反正目前我用这个 上传YouTube的话 一秒钟大概也是两兆多 应该是没有问题 它宣传是一秒钟 能达到十兆 但是我没达到广 好 咱们安装完这应用程序之后 马上进入 myweb 然后DIR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 给人自动生成的文件结构 没关系 不用着急 它都干什么呢 没关系 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 以后我会挨过来讲解 咱们不用管 咱们干什么 咱们直接去运行它一下 咱们什么都不管 刚刚生成完之后 就运行 立刻运行 OK 出来了 然后咱们可以访问一下 本地端口呢 端口是1337开发模式 马上试一下 127 1337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给咱们 生成一个网站的应用程序 而它有些帮帮说 看比如说它通过这个Sales 什么这个生成API 怎么做 这些机会咱们都讲到 怎么生成税库模型 怎么生成这个控制器等等的 怎么映射路由 这个地方讲也是非常的详细 没关系 您看不懂没关系 以后咱们都会讲到 然后这个是通过一个view的试图 咱们它用的默认的是 这个渲染view 用的ETS引擎进行渲染 接下来咱们也会讲到 这就是简单的安装Sales 同时建一个应用程序 同时如何运行 如何显示 我今天这个课程都给您讲到了 咱们从下期课程开始 咱们实际就去开发 看一下这个 给您生成框架 都有什么文件 该如何开发 这是咱们今后的内容 好 然后现在我课程会放到 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会传到 YouTube跟You酷的 我们给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给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